練習題的部分可以讓同學自主學習 也可以讓同學馬上知道練習的成果 首先請輸入單元名稱 接著按下新增題目 將您的題目與選項逐一輸入 完成後並指定正確解答 在題目的編輯中除了文字內容外 也可以透過上方的編輯器 加入圖片、影片或是雲端硬碟上的資料 若圖片檔案太大時可以選按該圖片 在編輯器中縮放置適當的大小 完成後按下儲存 在練習題中可以是一個題目 也可以是多個題目 如果您想加入多個題目 可以繼續用相同的方式 按下新增題目 將其他的題目內容 與選項加入練習題中 您在練習題中 可以指定練習題的完成指標 若由系統自動判斷 可以指定作答結果必須答對的百分比 同學完成練習後 我們可以選按進度 就能看到每位同學 是否有達到單元的完成指標 選按上方的練習題題目 則可以看到每位同學的詳細回答情形 回答正確錯誤的題目分佈情形 選按個別同學的回答 則能看到他所回答的詳細內容 老師也可以選按1題目顯示 看到同學每一個題目回答的情形 跟家人說的解決定 在意見上方的情形 請坐吧 或許情況下 請坐吧